各位姊妹,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今天是我們的生日 因為我們大約都是知性 我們大約都是在雙頂裡的聖徒 而今天是我們慶祝知性 開經129天年的生日 到底我們怎樣去慶祝呢? 什麼是真正的慶祝呢? 或者大家可能會問 面對疫情 面對社會失業 和低迷的狀況裡面 我們還有什麼心情去慶祝呢? 對於我來說 慶祝並不是浮錢 搞搞一些快樂的氣氛 舉大一些活動 叫大家開心一下 就叫做慶祝 真正的慶祝 是源於值得慶祝的對象 值得慶祝的事情 為此而去感恩 在聖徒裡面 我們發覺 無論是什麼人 什麼情況 他都可以慶祝的 包括寄人離下的宗養先祖 阿波拉罕、以撒、阿國 又或是在埃靠奴役的人 被摩西帶領出埃靠 又或者是得益他們為業快樂的 由蘇雅去戴的子民 又或者是開箱秘魯 等候回歸的意識物 他都可以慶祝我 又或者 君王 好像大衛所落 先知 以塞阿耶利米 祭師 八色、孕虎、寡虎、寡虎、奴隸、牧羊人、少女、佳下囚 以種族的人 都有著上帝的信實和保守 他都願意擺上自己 牽上自己 作為敬賀上帝 為他們生命所做的 成為對上帝建築的一生 我們看到 因爲著上帝的恩典 有林林種族的人 都將他的生命成為祭禮 去獻與上帝 去牽破上帝對他的生命 今天第一次經課裏面 啟示錄 我們又見到一群 大壞男裏面 宋道的聖徒 因爲得著基督補血 洗淨他們的生命 所以經聞他們說到 他穿上白衣 為此感濕一 揮動中之 來擇備上帝 責備我們在寶座上的公羊 為他們所作出的福建 感恩 以至於我們可以慶祝 我們更加感恩 我們能夠成為上帝的兒女 在今天第二次經課 要看一書三章二節 清楚提醒我們 慶祝作為上帝兒女的真實的意見 就是我們要保持他 保持他 因為真將上帝的兒子 耶穌 在祂裡面 提現上帝的本相 原來我們要希望有上帝兒女的身份 就是上主期待我們每一個人 都能夠援出顯揚 上帝聖子耶穌的神聖生命 到底我們又如何可以體現上帝的本相 何像耶穌呢 還有福音經課 百福 我經常都說 但對於我們基督徒來說 就好像 實界 對於以色列物一樣 那麼重要 上帝在西來山 向波西關布羅伯 使以色列成星 成為他的星物 成為上帝的子物 主耶穌上下山 去頒布了這個百福 在馬大福 五章開始有成為登山寶法 而百福 就是向過去金人民 未來所有的源頭 去顯揚 什麼是迫著耶穌 照此基督的成性生命 百福 並不是上帝祝福的八個不同的特質 百福 其實這八個面貌 八個成性的階段和階梯 在歷世歷代 好像早期的教父 中世紀的寧生大師 到今時今日的不同的神學家 都告訴我們 百福 其實是一個成性的過程和階段 讓我們能夠看到 上帝愛子 基督的人生寫詞 我們一齊開始 大家一齊打開今日的休憩房 我們看看法福 這百個福氣 如何去演繹 幫助我們認識 主耶穌有他有用 有福氣的生命 開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無敵 是做了絕間的榜樣 虛心 虛己 是賭空的狀態 滿朝暑 天神益 賭空自門的偏見 私容和野心 人就能夠開始 體驗上帝 體驗他人 體驗世界 各樣事物的增長 因為這樣的緣故之下 我們更加會看清 真實的自己 以至於我們學會第二封 動得去愛動 為什麼當我們歸心 我們會愛動呢 因為原來我們看見 在眼中只是有自己 但是虛心虛偽 讓我們看清自己的罪 為自己一向自以為事 自以為義 而哀動、懺悔 更加為從事 萬目不日 看不到身邊的人的苦難 看不到身邊的人的需要 而見到人的苦難和不處 我們開始懂得 愛動 這是第二封 愛動 當我們虛心 讓我們不得意 看到自己 的時候 我們因為自己是罪 以哀動、懺悔 我們更加因為他人的需要 而哀動 不過當我們為了 萬劫不平不義的事 而哀動的時候 工作的情緒 或者都會催促我們自己 要立刻坐牢 起行 有趣的是 留意法復 他會見到第五封 連繫人的人 那時候 才把我們 內在的靈命 付諸實行 去實踐出來 其實由第二封 我們的愛動 到軍人 到讀機殼 暴義 才到連繫人 為什麼呢 不是他一安讀機殼家人的時候 就立刻行動的嗎 原來當時 其實顯現了 一個內心很明瞭的國策 原來你體驗 到實行之間 是有距離的 體驗就是實行之間的距離 為的是要交正我們的生活景 或者 以前我們會因為私容而自我中心 但是今天 當我們有使命的時候 我們容易會自以為義的 所以 誠聖的第三個階段 舊時亦做軍人 現在文質亦做謙和 其實 正正告訴我們 要重新提醒我們 要看自己 和看自己的軟障和使命 要看得合乎中道 不是看得過於我們所當惡的 而合乎中道這四個字 就是均有原文的意思了 不要急於求食 以致憑勢則重 不要硬硬心腸 反生惡毒 相信 要保持柔和謙卑 才能夠承受第三風的福氣 就是承受地土 在這樣裏面 土地 就是上帝對祂的史物的堅拒和賞賜 天國的法徒 是透過領受上帝聖言的支援 在我們心田的光章 唯有天國無我 我們才會飢渴無二 才能夠飽渴上主的聖言 作為我們心靈的賞賜 幾何無二就是我們大四風 當我們能夠天和 能夠溫柔 我們能夠自取由上帝來的力量 而不是衝動 徒有感動 而空窗上陣 為了在打勾聖令 在聖言的準備裏面做好我們心靈的準備 我們才會把我們的使命扶諸實行 就是第五福 連續人的人是有福的 不但領受了連續的福氣 亦都能夠實踐我們的使命 實踐我們的信仰 拜耶穌在世紀多年的差別 到了適當的時機 祂才開始出來傳導 實踐上帝給祂救生的使命 不過 無論你的使命有多麼崇高 我們都會有break and burn的時候 即是break down和burn out 耶穌這個一整天 生龍的治病或鬼之後 馬方一章三十五節講到 每天早上天未亮的時候 耶穌起來 通通野被幫祂 再打祂討過 在神經上帝給我們人生事命的時候 過分的狼狗 有時會令我們博記了初衝 自我本身 第六福提醒信徒要清深 遙傳傳 上事推盛 交正自己的心靈反正 我們聚焦在上處 才能夠體現上處的恥意 第七福 向我們揭示了耶穌 作為上帝兒子的身份 和救贖的使命 當我們效法主耶穌的清深 能夠體現上帝 體現世界 體現其他人 和體現自己 當我們成為上帝兒女 在這一切的關係之下 使人和睦 太宗和平 成為復活的使者 要完全實踐這個使命 帶來上帝於人 人與世界 人與他人 人與自己的復活教一 是需要代價 是需要犧牲 耶穌選上為二受迫白的路 用犧牲寫己 帶來承受天國最大的祝福 帶來我們的祝恩 法福 可以說是主耶穌寫己 古今世的生命寫照 亦都是我們朝聖 成聖旅途裏面 要不斷重複 循環學習的熟力 軌跡 我們每一次過 就可以學到 反而我們要 活一生的時間 不斷去重複 這個發覆的誘導 在我們的心靈裏面 去裝備奉勇 在靈性裏面 去操練 真正的慶祝 不會因為疫情 和社會的狀況影響 幸好每個主人 我們都會舉行聖餐崇拜 來慶祝上主而來的身份和事命 我們活所主人的領受聖差 其實是行省我們 在基督的聖體當中 我們能夠成為基督在世的屍體 我們要效法處 活出上帝 想我們活出值得幸福的生命 當一陣我們領受聖差的時候 我們除了領受基督的聖體之外 讓我們等敬 我也都領受了上帝給我們的事命 就是要效法基督以現以後 成為基督在世的身體 道食用生 聖禮和生活的神賜 和社會的憲政 和心靈的喘化 這個是一整個一生的朝聖 聖性的旅程 這個是一生的觀光 讓我們尚迷感恩的心 救世靈到日 我們真是能夠活出 值得慶賀感恩上帝聖物的一生 與天上諸誠 我們共同歸遇 要給我們的尚處 我ived醫生 等一千人 還給 feather牠們 我來支撐 你的家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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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